好嘞,那我们没有问题的话,赶快开始 今天的课程,咱们今天终于来到这个整个可视化的部分了 咱们可视化呢,这个咱们经常说那个 晚上好,晚上好,咱们经常说这个 Python数据分析里边的三件课 就那个Numpay,Pandas,还有MetProLib 今天最后一个,就是它,我们可视化主要看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 简单回顾一下咱们上一课的内容 上一课的内容因为是对我们整个前一周的 学习的一个知识点的回顾,涉及到数据清洗 然后呢,最后给大家统计了这个小案例 那这个就是,因为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内容 那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新内容 今天的新内容,首先会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MetProLib的常见接口 接着呢,是它一些常见的一些组件的设置 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图例呀 怎么设置这个标题呀 设置总标题,轴标题,对吧 然后最后呢,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折线图 教大家看看怎么画这个折线图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我之前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文件 那个PDF的格式的那个 手边的电脑你可以一起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材料啊 这个,咱们先看一下这几个图 看这几个图是不是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拿说 数据我们拿过来 我们也不知道数据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的都会先把它放到三点图里去看一看 它数据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吧 当时我们给大家看了这样的这个图,对吧 那这一课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学习 自己就可以画出这样的图 那首先你要做画这样图的话 那MathProlib是我们这个绕不过的一道坎 它呢,作为这个数据科学 一个必备的一个可识化的一个库 算是这个Python里边的元老了 为什么必须得学它呢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相对高级 相对简单的画图的方法 但是它呢,是 包括现在市面上我们常用的一些 比如说CBurn啊 或者是说有人更追求那种更酷炫的那种风格 会用这个PiCharts啊 像那个CBurn 它本身就是基于这个MathProlib去构建起来的 所以说你在了解那些的前提 就是需要来了解一些这个MathProlib 我们在使用MathProlib的时候画图呢 主要有这三种接口的方式 先来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接口这个概念 大家想一想我们一般电脑上 电脑的主机上或者笔记本电脑上 是不是都有这个USB的接口 USB接口一般都会给我们配这个三个接口 对不对 那三个接口的话 什么USB2.0,USB3.0 当然了现在一般我们都用3.0 对不对 你接口你直接把你的U盘插在这个接口上 它能够识别 能够读取 正常用 不妨碍你正常使用 对不对 你说我不用这个接口了 我换另一个接口 行不行 它也能够支持你去正常的使用 这个就是接口 它只不过是我们去做图的不同的方式而已 这不同的接口都支持我们去做图 它只是不同的做图的方式而已 它当然背后的逻辑是用到它的理念不同 像这个PiPlot 它的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你直接去画图的话 那你直接是针对你当前的这个图 那你下边进行的一些操作 所有的操作的内容都是针对你这个当前图的 直接在你的图上去做 那像这个Access这种接口呢 它涉及到面向对象的理念 如果大家有点编程基础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面向对象 对吧 它面向对象呢 就是我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具象化 变成一个对象 那我在调用某些方法的时候 我剩下的是不是都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对象去进行调用 这就是他俩的一个不同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很多宝宝是没有啥这个编程的底子的 当然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哪种方法都可以画就OK了 那这个方法呢 它是直接在图上去画 那这个方法呢 我可以通过某个东西去调用方法 就像你之前那个 咱们说那个映射 对吧 那映射那个oplay 对吧 你用哪个 用谁去调用都行 那那个map呢 你只能是series调用 对吧 它是series的方法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关于这个pilab这个 这个我们因为它用的不多 而且这个反正就是弊端比较多吧 占的内存也比较大 所以它本身自己也过于庞大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 那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对这个不做要求 不光是这个 其实这节课好多东西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内容 我会跟大家去强调 像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不 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有些东西它本身就是这种死的东西 你随便一查 随便一百度 你什么时候用直接往过来 直接往过找 直接往上一放就可以了 那需要我们记得呢 我会跟大家去强调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接口的这个形式 刚才给大家说的 prt接口 本身它这个用官方文档 这个原话就是说 它本身是不面对 不面相特定的一个某个实例对象 它只针对你当前画的这个图而言 那像这个对象的接口呢 咱们说了 它是通过对象去调用的 那这里边我们将会主要创建的两个对象呢 一个是figure 一个是这个access 主要是这两类对象 那你通过这两类对象 给它进行画图的时候 那你直接就通过调用这两个对象的实例 去完成这个整个的绘图的过程 那这块呢 下边呢 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画图流程 当然在这里了 这个画图流程 现在我去过多的去说 这个整个流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怎么说 会觉得有一点凌乱 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我们还没有 亲身实际体会过 使用过它 当我们 学完了这个图 怎么画了 我们再反过来 再去看这个流程 反倒是更清晰 这个我们后边 再给大家说 然后 首先 咱们开始研究画图了 首先沿着画图的话 那首先得知道这个 Finger和Access 那像我们一般 你自己去看书也好 包括你去看一些 一些 CSDN上 你去找一些回答 它上面 经常会有这个 PLT AX Sumplus 就会感觉有点发懵 不知道谁是什么 主要是这里边的 这个 里边的 怎么说 整个 画图的过程中 它背后的运行的逻辑 没有捋清楚 那现在我们为了捋清楚 我们先看一看 这样一张图 这样一张图 当你 开始准备画图的时候 首先 你需要有一张画布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在实体 你自己想要画画一样 想要画画的话 首先 我得有一张纸 对不对 那这个画布呢 就相当于 你画画的那张纸 接着 你说我 对这个整个画 进行一个构图 我打算在 哪块地方 画一个山 哪个地方画一个水 对不对 那 你准备画山 画水的那些地方 就是你的构图区 也就是这个 整个Access 也就是这个图中 这个蓝色框的这个 这部分 也就是这块 这个部分 这整个就是你的画图区域 像这个 是一个画布 一个画图区域 就是这样的 那中间里边呢 就是你画的那些 内容呗 对吧 是你画了两个轴 对吧 然后你这个画的图 你的这个图表是什么 然后你这个曲线 又是怎么样构成的 这个东西 就好像我们在那个BI里 你去画那个图 我们你在BI里 去搭建看板的时候 首先 你是不是得有一个仪标 整个的那个画布 整个画布的话 那里边不同的 你要画不同的图表 里边你是不是放了 一个一个罗列的视觉对象 你可以跟那个BI 去类比去理解 跟BI去类比去理解 那你整个图表 整个画布的话 就是这个 Binger 那里边一个又一个 视觉对象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这个画图区 这个画图区 那你这当你这里边 创建一个画图区的时候 那像这个 像这个给大家这个 本身这个案例 这个图里边 那就是一个画图区 那我画图的话 肯定只在这一个画图区上画 当你有多个画图区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给它进行索引 你自己去索引 然后比如说你索引到 这个画图区 指定到这里 那你在画画的时候 那它都会在这个画图区上 去给你进行 制作你的图表 整个就是这样的 然后是 你在某个画图区上 你可以去制作你的画图 比如说这是 这是这个Y轴 这是这个S轴 对不对 那相应的有这个 各种组件 像这个轴标题 然后整个的标题 对吧 还有这个标签 等等 那底下这个 就是也是方便 大家去理解这个画布 跟这个画图区的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整个的 大的框 就是整个的一个画布 对吧 那里边这个各个图表 就是你各个的画图区 那每个画图区 它是一个 XS1 XS2 等等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创建 很多很多个 接着我们就会通过 这个代码的方式 去给大家去分别 去展开这种 不同的这个画图的方式 当然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三种接口 第三种这个我们 不建议大家使用 那这里也就不对 大家做这个要求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接口的方法 怎么去进行这个画图 大家可以打开你的Jupyter Notebook 来创建一个新的 这是我们的第七节 那首先我们需要画图的话 那就把我们需要用的工具 都直接导进来吧 现在我们三个这个 三件课 我们现在都需要它了 那么我们在导入这个 MateProLib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 PiPlot 这个子库 这个子库 MateProLib 点PiPlot 然后呢 我们通常是把它 简写成Plt的 这东西也是一个约定成熟的 我们一般都会把它 写成Plt 导入以后 执行它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怎么使用这个 第一种接口 去给大家进行一个画图 第一种接口 第一种接口 我们使用Plt 去进行画 首先你要画图的话 第一个步骤 你要创建画布 怎么创建画布 Plt.figure 这样你就完成了一个画布的创建 完成了画布的创建 然后我们可以去画图 先以这个散脸图为例 先给 不是 以这个折线图为例 先给大家这个画一个 Plt 折线图怎么画 直接Plot 像这个折线图 我们一般用Plot 那你当然画其他的图表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画图的方法 比如你要画这个柱形图啊 你要画这个直方图啊 Histgram 我忘了那个东西怎么拼了啊 反正你到时候找一下 一会找一下就行了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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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线图 直方图 还有什么 丙图啊 什么的 等等等等 每个图 它都有一个自己 特定的画图对决方法 那我们在这里 先以折线图为例 那里边数据 画图的话 那首先你得有数据啊 对吧 那咱们自己就造几个吧 二 三 再来一个 OK 那这样你就给它完了数据 画这样你就是完成了你的画图过程 首先第一步 创建画布 第二步 画图 第三步 画完了图 你让它展示一下 那PLT.S Sow一下 这样我们又完成了一个折线图 一个画法 是不是很简单 首先创建画布 然后接着去画 最后展示一下 不要忘了给它展示 那这是我们直接通过第一种接口 直接给大家进行了这个画图 是直接 那你直接的面向你这个当前的这个画布 你在上面怎么画的话 它直接都是在你这个画布上去做画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接口 第二种接口呢 它非常灵活 第二种接口非常灵活 那像你一般在这个你看那个教科 不是教科书啊 就包括你自己看那些就是材料 比如你自己买一些这个关于讲解 Pathom数据分析 可是画的这个材料 它一般呢都会参考 使用这个第二种接口这个方式 它呢非常灵活 也非常好用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二种接口 它是怎么画的 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第二种接口的 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接口的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接口的第一种方式 咱们说了 那首先你要画的话 还是你要去创建你的画布 那这个方式去创建画布 是怎么创建的呢 PLT.subplots subplots subplots 我为什么选择用subplots呢 因为这个方式 它支持你同时去构建 多个画图区 多个画图区 那你在创建的时候 它会给你生成 默认的是给你生成两个对象 看到了吗 直接 我这样创建一个画布的话 它默认直接给你说 生成两个对象 一个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画布 finger 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画图区 access 那相应的这两个对象 我们就要给它各自一个命名 那你画布的话 还是fig 然后你的画图区 access 我们直接用这个ax去代替 那相应的这两个对象 就直接分别附给了它 那fig 它俩注意啊 它是有顺序的 fig就是你的画布 那个ax 就是下边 你这个画图区 那有了这两个对象以后 你下边再去画图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 在你的画图区上 去做画 通过你的画图区 去调用画图的方法 去做画 那我在ax 画图区上去画画的话 那你再画画的话 它就是ax的方法 ax.plot 那相应的 你再把数据给它吧 你的数据 一二三 四五六 OK 画完了以后 不要忘了 再给它秀一下 那我们看看 再看看 这就是我们通过第二种接口 第一种方式去画的图 那这种方式呢 我们创建这个画布 是通过这个subplot 这种方法去创建的 那你注意 它创建的时候 直接默认会带给你两个对象 一个是你那个画画布 一个是你的画图区 如果你忘了的话 可以看一看咱们那个 给你那个那个材料上 它里边的那个图 那个图 一个是finger里边 跟着画图区 那这是我们 这个使用这种方式 那除了这种方式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 咱们说了第二种接口 非常灵活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种接口 画图的这个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接口的第二种方式 其实呢 这个方法 它并不是特别的常用 并不是特别的常用 但是这个东西呢 那别人使用的时候 你要会 就是你理解它就可以了 理解它就可以了 那还是我要画图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要去创建你的画图区 对不对 創建你的画图区 画图区的话 那你也是可以 付给它一个对象 那这样你就创建完了 一个画布 那画图的那个区域呢 这个第二种接口 第二种接口的第二种方式 那第二这个画图区域 也是由你自己去指定的 那怎么去指定呢 plt.access access 它跟我们那个轴的读音 非常相像啊 以后我再读这个access 那就是指这个画图区啊 这样去帮助 你自己直接去创建 这样一个画图区 画图区的话 然后你再给它 去付给这个某个对象 一般也是用这个ax 那这样 你现在是不是有了这个画布 画布 画图区 通过这种方式 你直接创建了你的画布 和画图区 那剩下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数据 给它了 那这个我自己去敲数据 太慢了 我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了 数据都有了 然后这个画布和画图区 也创好了 弄好了 那我剩下的 这个这块我也画完了 xplot 对吧 把现在的数据给它 那画完了以后 别忘了plot的数 OK 注意看呢 给我们一个报错 为啥会报错呢 因为它本身 你看一看这个图啊 为什么会报错 你可以看到 我给它这个s轴上的数据 是这个中文的文字 对吧 那你看在看这里 这个s轴 它给我们显示乱码了 它本身不识别 也就是说 你想用这个中文的 作为你的数据也好 是作为你的标签也好 只要你这个图上 想有中文的元素的话 我建议你去设置一下 它这个中文的 这个这个一个 设置一个 设置一个属性 防止它产生 这个中文的乱码 那这个属性 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这个东西 也不需要你去记啊 你就给它放在 一般你正常要做的时候 你就直接给它导入 放在最上边就OK 那这个是代表啥意思呢 代表RC这个参数 它里边 那这个是文字的这个 然后你自己要给它 设置成这个 SIM黑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 换成这个微软呀 黑呀 或者是什么 送体呀 防送啊等等等等 随便 随便你 那这个东西呢 本身它也不需要你去记 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直接一搜 你说这个 MateProlit的 防止中文论码 你一搜 你就会搜它 好多好多的答案 那这个东西 你就直接用的时候 直接把它复制 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运行一下 然后再把刚才的这个图 再给它运行一下 现在它是乱码的啊 现在我再给它运行一下 你再看看文字 是不是正常的 给我们展示出来了 那这个 你当然那个 这个字体 咱们说了前面字体 你可以随便设置啊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用的时候 直接给它复制 粘贴过来就OK了 那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 第二种接口的第二种方式 创建画布 然后你自己去创建画图区 这样 那这个方法 其实并不是很常用 给大家标一下 不常用 不常用 你用的时候呢 反正你 你自己合计 告诉你了 不太常用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个 这是第二种接口的 第二种方式 我们再看看这个 第二种接口的 第三种方式 第二种接口的 第三种发图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是比较常用的一种 比较常用的一种 这个接口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首先也是 你需要去创建一个画布 创建画布的话 PLT.Finger 创建画布完了以后 不要忘了 把它付给 也是付给一个对象 这样你就创 创好了一个画布 创建完了画布 你就可以去添加你的画图区了 那这个添加画图区呢 你它不受限制 你可以无限次的 去添加你的画图区 怎么添加呢 它是Fig 用这个 Fig的这个方法去添加 那你把它付给Fig了 那你在调用的时候 相当于其实就是调用它嘛 对吧 它 Fig.addSubplot addSubplot 这样你就完成了添加你的画图区 那由于这个AX 你AX这个区域 它本身是在这个Fig这个画布里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呢 看成是这个Fig的其中的一个对象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这样创建好了你这个画图区 创建好了你这个对象了 那剩下你需要画图的话 那就直接去画呗 AX 对吧 然后里边的数据直接放上来 我还用这个数据 OK 直接放上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你不要忘了 再把它授一下 换完了把它授一下 当然你不授的话 它本身也是能展示出来的 只不过呢 它这会多给你展示一条 你不太喜欢看见的东西 那这样就创建完成了 那像这个方式 这是我们第二个接口的第二种方式 这种方式 你可以无限次的在这添加画图区 比如说你还想要画图区的话 还想要画图区的话 还是直接在这个比如AX2 Fig.addSubplot 直接就这样去 直接去添加就OK 直接去添加就OK 那这个方式还是比较常用的 这第二种接口的第三种画图方式比较常用 还有这个第二种接口第一种画图方式 这个也比较常用 OK 听到这里 大家觉得目前为止 画图这个问题 我没有问题 老师我可以跟得上 你说这东西我也能听明白 没有问题的 小伙伴们可以在心里默念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们再公平 有问题的 你在公平上扣一 这个省的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什么 那个 大家都动手了 对不对 这样谁有问题的话 谁就说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往下进行 往下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不管你现在这块 我们这是采用了这么多种画图方式 不管你采用哪种 基本上画的都差不多 对不对 基本上画的都差不多 那如果你想对这个东西 理解的更多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我给大家写了这个关键点 它的具体的区别 也就是这两种 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 它具体的区别 那主要一个区别呢 你就是你使用第一种方式的时候 它是先生成一个画布 然后呢 它默认的会直接在这个画布上 去给你隐性的 就直接自动生成了一个画图区域 然后你直接画图的话 它直接在这个画图区域上 去给你进行作画 那你使用第二种方式的时候 它默认自动的 给你生成了两个对象 一个是figure 也就是画布 一个是figure 一个是这个access 也就是你的画图区 这两个对象 那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个access 就是我对它简细 然后在这个区域内 直接进行绘图 那如果你像是从这个面向对象 也就是从这个编程 那个面向对象这个角度 去理解的话 那很明显 还是第二种方式 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就是那个对象 它就是那个对象 那我想对谁 跟哪个对象进行操作 那我直接调用这个对象 哪些方法 直接叭叭叭叭 直接去画就可以了 那你就知道 谁控制谁 谁控制谁 那你这样去看 在使用第一种方式的时候 因为它是隐性 直接给你创建 那两个对象的话 那第一种方式 就显得就是 不那么的直观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呢 就好多地方 你看包括看一些很多材料 它都是更偏向于 使用这个第二种方式 那下面我们再说 这个subplots 我们第二种方式 具体再说一说 这个subplots subplots咱们说了 它支持我 可以直接去创建 多个画图区 创建一张画布的同时 它支持你同时 去创建多个画图区 创建多个画图区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里边的这个参数 subplots shift加这个type键 我们来看一看 它里边的参数 它里边在两个参数 一个是 你要创建的画图区 你就是说 你要创建几行 画图区 你要创建几列画图区 那你把行列都给它了 那行成列 那么就是你 画图区的总个数 对不对 那是否你要是使用一个共同的S轴啊 如果是的话 你给它打开 那大家是不是所有的画图区都用一个Y轴 共同用一个Y轴啊 是的话 你就把它打开 剩下这些简写什么的 嗯 还有这个网格控格啊等等吧 你需要啥你就直接去找就可以了啊 那咱们试试 我想同时创建多个画图区的话 也是 付给两个对象 Fig和X 里边你可以直接去设定 那你正常 你就直接这么放上去的话 它是默认给你创建一个画图区 但如果你想创建多个画 咱说了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行列 比如说你想画 呃 在一行 画两个画图 放两个画图区 那你就直接这样 它默认的就直接给你展示出两个画图区 它中间的这些距离 都是它自动去给你默认去创建的 如果你想给它进行调整的话 你到这里边去找它其他的参数 找它其他的参数 我看一看这个调整距离 这个 你找一找 你找一找吧 这个参数是可以控制它这个 图与图之间的这个距离的 图与图之间的这个距离的 那你说 哎老师我这是 你这同时给我创建两个画部了 我想画图的话 我在哪个上去画呀 哎 这样你去直接画图的话 咱说了 它默认的是把这整个画部 你是不是直接 它自动给你创建两个对象吗 一个是这个画部 一个是它里边的画图区 那画部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ax的话 那现在你默认给它了两个画图区 那正常的你创建了两个画图区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相当于你直接用它去直接去给它进行 所以你要找的那个画图区就OK了 也就是这两个画图区都是在ax这个对象里边的 那你要在第一个上画的话 那你就直接找第一个画图区的话 那ax 那它是从零索引的 这个索引的方式有点像那个我们学南派那个unirray那种索引方式 那第一个的话 那ax0呗 那你要找第二个画图区的话 第二个画图区的话ax1呗 直接去给它进行一个 所以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比如说我想对这个ax1这个对象 不是as 也是第一个画图区ax0这个对象 我想让它画一个折迹圈图 然后还是你自己去指定的这个数据 随便我们随便放 对吧 OK 你这样运行一下 就底下我没给秀 你看我没给秀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烦人的东西 tlt等秀 OK 它没了 那我是不是在ax0这个画图区上 指定这个画图区上 直接在这个画图区上直接去画 那它就会默认选中你这个第一个画图区 那相应的第二个画图区 你想在上面去画 你直接在设备上面去调用它 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老画折迹圈图画个三点图 scatter 然后还是你直接把数据给它就行 数据的话 这个三点图的话 我们用随机数吧 numpi numpi random 用这个random点 randint吧 直接去创建 你自己随便去装建 我这放六个点吧 跟我们材料上一字 我别自由发挥了 到时候有同学说 那个老师 你自由发挥完了 我找不到东西 找不到地方 好 这是这个它的x的这个坐标 那纵坐标 我还要需要 会既然六个点的话 还需要给六个随机数 对不对 还是我把这个直接复制一下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嗯 都出了error 少给人打个地 人家报错了 OK 这六个点 这六个点 这个地方真的是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反正你知道这个东西 怎么去画就可以了 然后Subplots 它支持你同时 创建多个这个 画图的区域 对吧 那它默认是创建一个 画布以及画图区域 如果创建多个画图区域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样去调 那有没有人 现在产生这个疑问 老师 如果我这个 你这是创建一行两列 如果我想给它创建这个 嗯 两行四列 四列 两行四列 这个画图区域 它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会给你报错 为啥 它给你创建出来以后 它不知道你画这个图 画到是哪了 因为我现在是这个 你直接是一尾的 对吧 你直接突然给人家 变成这个二尾了 人家不知道 你要索引的是哪个 那如果你还是想索引到 第一个上的话 那它是第零行 零零呗 这个还没给人家 这个一零 看一下 你看 这样是不是找到了 零零 也就是 先在这个 第一个轴上 Y轴上 找零 找到它了 然后又在一轴上 找又是零 那就固定了它了 那一零呢 先在Y轴上 找到是一 然后又在X轴上 给你 要在这个 这个 呃 横轴上 去给你找 找到这个第一个 第零个对象 那就是这个图像 在这里去找 跟你那个 就是 南派里边 那个所有的 那个方式 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 我们怎么去画图 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东西 还挺简单的 那就是主要是 这几种方式 那你可以 啊 着重记一下 这个第一种方式 和这个第三种方式 然后这个 以及它如何创建 同时创建 第一种方式 同时创建 多个表的话 多个画图区的话 那你怎么去 去找到每一个 相应的画图区 怎么在每一个 对应的画图区上 去做画 就OK 去画你的图表 那说完了这些 我们再说一说 这个 它常见的组件设置 啥叫常见组件啊 那这组件 就是我们平常 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那些图例啊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标题啊 轴座标啊 轴座标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那我们还是 我们来看一看 我怎么去给这些东西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那正常 你去画一个图的话 我们是 比如这个吧 正常画图 我们就这样给它画了 画完了 它就这样给我们展示出来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个里边呢 我想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想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首先进行调整的话 那这块 我要说的是这个 它这个中文字体 还是设置这个中文字体 这中文字体的话 当然你里边 还有中文的话 咱们刚才 其实我已经把那行代码 给大家复制到最上边了 复制到最上边了 那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设置中文字体的方式 咱们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东西不用你去刻意去记 你去问 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不要忘了这个乱码 为什么乱码 为什么报错 像刚才那种情况 我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个报错 那产人那种情况的时候 那就需要你自己去设置一下中文字体 自己去设置一下 那像这个字体 当然你具体要使用哪个 无所谓 像这个 这个 这个微软雅黑 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或者是说 你喜欢这个放送啊 你喜欢这个 什么 凯体啊 等等等等 自己随便去设置 就OK了 你可以直接上网上去搜一搜 不同的字体 那怎么去设置的 那有了这个 它这个 横桌标上 这个北京上海深圳 就能够正常的去给我们显示了 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直接这样去设置 就OK了 那这个是设置这个中文字体 那我们再看一看 怎么设置这个标题 设置标题 我们一般怎么去设置呢 用这个你的对象 直接去调用 用的方法就是set title 直接set title 那比如我们正常画图 还是正常画图的话 首先你要创建个 这个画布 对不对 创建画布完了以后 你要给它进行画图 那你直接用这个 这个AX这个东西 去直接去调用 把数据给它 设置完了以后 PLT.show 这是我们刚才 已经学会了 可以直接这样画图 对不对 那我要给它设置标题的话 你要在哪设置啊 设置标题的话 那咱你画图数据 都直接在画图区 上去设置着 当然你设置标题的话 也要通过这个 画图区这个对象 去给它设置标题 那就通过它 去调用set title 这个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以后 里边你就可以 对这个标题 进行相应的设置了 进行相应的设置了 你可以自己 给它直接起一个名字 你需要用什么标题 比如标题 OK 那这样 你就完成了设置标题 那剩下你说我要对这个标题 这个字体 我要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设置标题 它这样就能直接展开了 但是你说这标题 它给我展示的不太好看 首先你这个标题 这个字 就太小了 我觉得这个字 字号太小了 我可以怎么设置 你想设置字体的时候 可以直接给它一个 FontDict FontDict 例如用FontDict的这个参数 你要设置的 所有的关于这个字体 这个标题字体的一些元素 你都可以在这设置 比如说你要设置这个字号的大小 Size 对吧 这个字号太小了 你可以给它设置的大一点 你还相应的 你还可以给它设置这个Color 颜色 对吧 你自己随便去设定 颜色 比如说你 放一个红色的吧 洗清点 放个红色的 然后你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这个标题的位置 标题位置 然后放在哪里 集中 那就Center 不知哪块不小心用了中文动画了 在这里 它不是这里的 设置位置的话 它是外边的 正常 这个你就可以完成了这个标题的设置 对吧 那具体的这里边需要怎么设置 这拆头 那你可以 还是用我教你个方法 你说老师 你教我这些方法 我还想再看一看别的 OK 你直接到这里去找 对吧 那这个FoundDict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里边 你可以看看 它可以设置这个字号的大小 字的这个重 也就是这个字重 也就是这个颜色 对吧 然后 颜色的那个深重 然后这个颜色 具体怎么设置 你说我需要让它横向展示 纵向展示 如果需要你这个横向展示 怎么着去设置 OK 然后呢 设置你这个标题的位置 可以中间 左边 右边 都可以 剩下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吧 在这边的参数 当然我们一般也就设置 设置这两个东西 那这个标题 我们可以直接去设置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边框的这个显示问题 边框的显示问题 具体来说 这个边框显示问题呢 咱们来说一下 什么叫做边框 当然它官方有对这个东西 有不同的叫法 那现在反正我就管这个 你整个画图这个区域 这个看到我这个用红线 红线圈处来的这几个地方 就是它的边框 这就是它的边框 那这个边框 我可以通过什么去控制 让不让它显示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spins spins这个方法去控制 它这个反正翻译出来 这个单词本身 它是挤住的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 它要把这个边框 我给它交上挤住 反正我就管它叫做边框 就比较通俗一懂 好理解 对吧 那这个就是边框 左边 那就是左侧边框 右边右侧边框 上下 就这样 那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这个 乱入的猫咪 我给它放一边去 好了 那这块我们怎么去设置呢 还是你比如说 你正常要画图 对吧 画图 我首先得有画图的这个东西 画图的这个东西 首先放进这个画布 然后呢 把这个先生的这个数据给到它 这个是我的整个画图的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我要去控制一下这个边框 那首先在控制边框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我们直接画出来的这个图 对不对 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不想让这个边框去显示出来 有这个东西 一般我们都是直接有这个两个轴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上面的边框 右边的边框 我觉得很多余 怎么去控制它呢 咱们说了 用那个Spins那个方法 那当然你去调整它的边框的话 也是它在你的画图区上去进行调整的 AX通过AX这个对象去调用 Spins 直接调用 然后你要控制 你要把哪边的边框去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比如说你要先设置这个顶部的边框 OK Top 也是说现在你要对上边这个边框 给它进行调整 如果你不想让它显示的话 注意这个方法是Set Visible Visible什么意思 可见的 可见的 你要设置这个 可见这个东西 那正常可见的话 它默认的当然是True 对吧 你不想让它展示的话 那就False 你再看上面的边框是不是没了 那你光把上面边框弄没了 挺丑的 那你还要对这个 右边的给它控制一下 那你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一下 就OK了 OK 那这样 这两侧的边框 它是不是都给我干没了 弄没了 所以 首先你要控制这个边框 通过谁去调用 Spins去调用 对吧 然后去调用你的 是哪边的这个边框 比如说这个Top的 那调用完了以后 用谁去控制是否可见呀 SET 这个关键点就在用SET Visible 我秘诀就在它上面 你要不要让它可见 这个边框 边框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带来看一看这个图例 看一看这个图例 图例 我们一般不知道大家玩不玩王者 王者 Legend G E E N D 对多个N Legend 对 Legend 我们玩玩王者经常会听到这个Legendary 那这里边这个Legend 它就是这个图例 设置这个图例 那一般什么情况设置图例呢 当你这个图上有很多这个系列的数据的时候 你才需要用图例去给它区分 我这个颜色代表一个数据系列 另一个颜色代表另一个数据系列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画图的时候 正常画图的时候 首先我还是得有这个画布 画布 那现在呢 我要在这个画布上去展示两个数据系列 那一个数据系列呢 是它这个 2010年的数据 一个数据系列呢 是这个2020年的数据 正常去画的话 PLT 点数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样直接给你展示出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20102020的 那有人说我能知道啊 我得我看一下它这个坐标 我就知道了嘛 那你要敢把这样的图交出去的话 那别人估计要骂死你了 对不对 人家说你怎么做的图啊 那我都不知道你画的谁是谁 还有我自己去找吗 对不对 所以为了我们看着方便 我们需要给它加图例 加图例怎么加呢 还是在你的画图区 它是你画图区的上 去做这个图例 那就 AX Legend 把它加上去 这样 它就给你加上了一个图例 你可以看 是不是 在这里 给我们加上了这个图例 那有同学说了 老师 老师 我这个图例的话 他知道我这个标签 是在这里的 对不对 知道我这个标签 是在这里的话 那你说我给这个标签 给他 去掉行李 去掉行李 你去掉的话 他会不知道 你一个图例 想用谁 表示谁 想用谁 表示谁 所以画图例的时候 你需要给他添加标签 也就是说 变成他 这种形式 那这其实是 这个是我们添加标签的 其中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除了可以 这样去添加标签的 我们还可以 通过另一种方式 去添加 怎么添加呢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不在你 这个数据的 这个画图的时候 画这个 折现的时候 在这添加 你可以 我直接把数据都给盖没了 可以不在这里添加 可以不在这里添加 那不在这里添加 我要在哪里添加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个 Legend里去添加 Legend里去添加的时候 但是你要注意 它的对应性 直接用个list 把你这个标签系列的名称 放在这里 那你注意 它是有对应性的 那它第一个标签 就对应着 第一个数据系列 那第二个标签 它就对应着 第二个数据系列 第二个折现 那你可以这样去 画图 那它产生的方式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两种 添加这个数据系列 这个标签的方式 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注意 也就是说 你有图力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标签 有图力 一定要有标签 有图力 一定要有标签 OK 有图力 有标签 那相应的 其实你这个图力的位置呢 你也通过这个参数 去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 找一下 我看一看 这 lock这个 lock这个 它默认呢 你不指定 它的位置的话 它会默认 给你找到一个 最合适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best 那相应呢 你说我不喜欢 你给我放在这个地方 OK 你可以自己调整 是右上角 就upper right 对吧 然后左上角upper left 然后那个放左下角 lower left 右下角lower right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去直接去调整 通过lock那个参数 然后这块 添加这个图力 这个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看一看 怎么去给它添加一个 图形与边框之间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留白可能好看一点 我们看一看 怎么去设置这个留白 图形与边框之间的 留白控制 什么叫留白 也就是你这个 看到了吗 这是你画的图 对吧 有的时候我希望这里边 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留白 有一点点留白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 去控制 那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怎么去控制呢 那是通过这个 margins 通过这个margins 通过margins去控制 通过margins去控制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那个为了去演示 这个留白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 这个数据 对不对 有数据 有图 那还是 我画了一个画图区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画了一个画布 和一个画图区 然后通过这个画图区 去控制 我要给他画一个图 对不对 画完图的话 我先给他秀一下 这样一个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的一个折线图 对不对 那下边呢 我怎么去出现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那个样子呢 是因为我对他整个的 颜色的部分 给他进行一个填充 那如果你要填充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 你的填充范围 用FillBetune Betune Betune 我就这个时间长了 读音也不太对 有时候这个单词拼写 就是缺胳膊少腿的 就提笔网字 不要学我 好好学英文 好好学英文 FillBetune 我要把这个 整个的数据区域之间 给他进行一个填充 那我要填充到哪呢 我的填充范围 给他 填充范围给他 指定完我的填充范围以后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这个颜色 要通过Color这个参数 去给他进行指定 那你填充的话 比如说你要用Blue 用B OK 填充完事以后 我再执行一下 你看看他现在是不是用蓝色 给我进行填充了 当然你想要跟我一样的颜色 那你去跟那个 给你的材料一样的颜色 你就把那个颜色 那个编码放上去 我在这直接放个B 是想告诉你 这个颜色的东西 你可以通过这个简写 去控制它的颜色 那一般呢 它去设置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这个 B Blue 蓝色 我不要来回切了 最简单的单词 我现在大家都能理解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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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色 黑色 黑色我们一般用什么 有没有人说 黑色我知道 Black 但是它不是用Black去展示的 它是用这个K 我不知道它是取了Black后边的K 还是取了Duck后边的K 这取了K 代表这个黑色 然后还有这个红色 我们常用都常用的颜色 你可以记 简单记一记 红色 对吧 一个颜色 都可以通过这个简写的方式 在这给它进行一个控制 然后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 这个怎么去给它进行留白了 咱们说了 你进行留白的话 用Margins这个方法 那Margins这个方法呢 也是通过你这个 画图区 这个取向区 给它进行调用的 Margins 然后呢 里边你可以自己设置 它里边的一些参数 那我这里给它放上一个0 就代表它 默认是放到一个 它自动去选举的一个 刚刚好的一个留白 留白的区间 你设置一下 你会发现 把刚才的那个小空隙 都给你取消了 那还是 相信你想看到里边的参数的话 直接到里边去找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每个参数 它都代表什么意思 XY 也是这个可选参数 自己你自己去指定 这个边缘的这个值 离X值和Y轴 这个边缘的这个值 各自你直接去指定 就OK了 这个 然后你不能跟那个 位置 那个同时 位置 你自己指定这个 它距离 走的距离的时候 你不能够跟那个 跟那个 它的位置 那个参数 同时的使用 不然的话 它就会 那个是 变成了无效的 变成无效的 然后下面的其他的 你自己去看去吧 这个参数 那这个像这个 其实这个留白 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用的很少 所以咱们就不在 它这边 多浪费我们 这脑细胞了 下面我们看看 怎么设置这个 双坐标轴 设置双坐标轴 像一般我们经常 需要做一些 这个组合图 组合图 有的时候 这个单一图表 不过展示 我们这个数据 它的这个 真实的情况 或者说反应的效果 不太好 那我们会通过 组合图的方式 去展示 像有什么 柱形图 跟那个折线图 去组合呀 或者是 这个 反正就 各种元素 给它进行组合吧 常见的那几种组合图 你在一个cell里 就能够看到 对不对 但做组合图的话 这东西 东西都在一个量纲上 还好说 也就是说 我这个单位 都是一个方面的 都好说 比如说 你想一个表示数值 一个轴表示数值 一个数据系列 表示这个 这个值 比如表示金额 那你想另一个序列 给我表示这个温度 我随便举 随便举 一个表示温度 那这俩就是不同的东西 对吧 他俩是不同的东西 或者是 你考虑 那个实验 你想一个 想表示这个压强 一个想表示这个温度 那他俩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肯定不能 用一个轴同时去表示 他本身的量纲也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你 通过这种组合图的方式 去设置 那通过组合图的方式的话 也就是说他俩的量纲不一样 那我肯定不能用同一个数据轴 去表示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学会 去设置这个双坐标轴 那怎么设置双坐标轴呢 还是首先我们先有这个图 先有这个图 然后给大家秀一下 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图 对吧 然后我用这个红色的这个颜色 去表示他这个线 那现在我知道可以用他来给我 用这个这个轴来给我表示这个 直线的值 那我现在呢 需要跟其他的东西做一个组合 比如说 现在我要创建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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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线图 一个重线图 那现在呢 我需要 用不同的坐标去展示 也就是用双坐标展示 也就是用第二个坐标去展示 那怎么展示呢 首先 需要你创建第二个坐标轴 第二个坐标轴的话 我们用TwinX这个方法去展示 那你可以用TwinX这个方法 去创建第二个坐标轴 相应的第二个坐标轴的话 那你画图 也就是说你这个图 要根据第二个坐标图 去展开画图 那你在调用的时候 要根据这个第二个坐标轴 去调用 那怎么去调用呢 你可以把它付给一个新的对象 我可以管它叫做AXR 那这样我就创建好了 这个新的坐标轴 那通过这个 我在画图的话 是根据这个新的坐标轴 去展开的 那你通过AXR 去画你的新的图 比如说你要画一个 柱形图 柱形图 bar chart 然后剩下的东西 你把数据给它 OK 两个括号 多一个 那这样我们就画好了这个图 那有没有人疑问 老师你这里这个 α是代表什么的 你这α为什么设置成0.3呢 这个α是设置你这个 柱形的这个透明度的 α是给我们控制 这个柱形的透明度的 那这样我创建完了以后 你看看右侧是不是有了 这样一个坐标轴 那个右侧的坐标轴呢 可以直接给我反映 这个 这个柱形 它的这个值 那这样就可以 这个做完了 这个双坐标轴 那既然说到坐标轴了 我们都知道 怎么画两个坐标轴了 相应的 坐标轴上 还有好多元素 对不对 首先坐标轴 比如说这个坐标轴 我不知道你这个坐标轴 它叫什么名字 那你为了让人家 一目了然的话 你是不是要给这个坐标轴 一个标题啊 对吧 它横坐标 对吧 坐标轴 我现在给它做个标题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看 坐标轴上 它各个元素的这个叫法 我们统一这个叫法 还是通过图来看 比较好 比较方便 首先啊 这正常的这个坐标轴 那坐标轴 轴的标题 我们就管它叫 Label Y轴的坐标轴的标题 我们管它叫Valable X轴坐标轴的标题 我们管它叫做XLabel 那剩下的 这个小小的数值 也就是说 你坐标轴上 它给你标示的数值 我们管它叫什么呢 管它叫 TickLabel 这块应该是C啊 这个老师写错了 当时 应该是C 也就是Tick 那这里上的数值 我们都管它叫什么呢 S轴和Y轴上面 它表 就是支出来这个小数值 比如1.0啊 这个2.5 它叫TickLabel TickLabel TickLabel 这个突出来的这个小东西 它就叫做Tick 那对应的 Y轴上的 我们就管它叫YTick X轴上的 支出来的小东西 我们就管它叫XTick 就这么个东西 它这个各个零件的术语 在这个画图的时候 它就这么叫的 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 那这些东西怎么设置呢 坐标轴相关设施 OK 我们要画这个调整坐标轴的话 还是我先要有数据 那要有数据的话 我通过这个图 直接去给大家说事 通过这个东西 直接给大家去说 这是什么呢 Subplus我知道了 给我们创建画布 还有一个绘图区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怎么画图呢 首先我创建了一个三点图 对不对 三点图 然后是321135这个点 然后我用红色的表示 这个怎么都在一条直线上呢 是因为 是因为你这个三点图的这个点 因为我给它的坐标 它本身就是在一条线上的 然后呢 下面我又画了一个折线图 所以它就给你展示成 一条直线上 这个三个数据点 就展示成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呢 我就要对这个图形 相应的给它轴 进行一致设置 轴进行一些实质 怎么实质呢 我先实质什么呢 我要对它的轴 给展示的 首先它展示这个数据 有点太小了 也就是说 我想给它这个 Label 给它进行 大小给它进行调整 那怎么调整呢 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去调整 x 比r pick parameter 没有meter 就paras 它只取前面的一个简写 parameter 它本身这个parameter 是参数的意思嘛 对吧 我设置一些前面 设置一些参数 那好 它只取了一个前准 那我在这里边 我需要给它设置一下 我这个 标签的大小 标签大小 大小 怎么去设置 Label Size Label Size 你可以给它设置大一点 现在 它现在看起来 还比较小 对不对 那我给它编成14号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 比较大了 已经这个 轴上的这个标签 就比较大了 那除了设置这个呢 我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它这个朝向 这个朝向怎么设置呢 咱这朝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这个小tick 这个比如说这个vtick 它现在都是从外的 对不对 也就是冲这个方向的 那我想让它冲离展示 怎么设置呢 你需要给它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什么 叫做direction R E C T I L direction 也就是它的方向 它从外的话 我想让它冲离展示 冲离展示的话 就in 然后你再看一看 它展示的方向 是不是 不管I走和V轴 它这个小小的tick 现在都是冲离给我们展示过来的 剩下其他的参数 你也可以这样直接去打开 它去看一看 看看它里面都有什么 它默认呢 是直接对你这个两个轴 直接进行调整的 那你可以自己去设置 怎么去设置 你是在I轴设置 Y轴设置 还是同时 这两个轴都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剩下的这个 方向啊 长度啊 宽度啊 颜色呀 等等等等吧 大小啊 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直接给它进行先用的设置 OK 这是对坐标轴的这个设置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想要给你添加的这个图表 你做的这个图表 添加什么呢 添加这个网格线 添加网格线 网格线怎么设置 网格线我们设置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Grade Grade这个方法 直接去设置你的网格 那首先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还是要先有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 秀一下吧 这个图现在就展示成现在的这种状态 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那我这个对应到每个数据的话 可能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那现在呢 我要需要给它进行一个网格线设置 怎么设置呢 Grade那个方法 对吧 Grade的方法 那它还是AX去调用Grade 那里边我们怎么去设置你这个网格线 是否显示呢 通过B这个参数去控制 B 你让它显示的话 那它就等于处呗 这样我们就能让这个网格线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网格线是不是给我们显示出来了 但你会发现 我控制这个网格线显示的时候 它默认的直接给你 不管你这是X轴方向上的这个网格 还是Y轴方向的这个网格 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它默认的是给你这个 两个轴方向上都会给你添加网格线 但如果说我只需要添加一个方向上的网格线的话 那你再给它一个参数 然后你自己去指定 你要在X轴上添加 还是要在Y轴上去添加 如果你只想在Y轴上去添加的话 给它一个Y 那这样它就只在这个Y轴这个方向上 给我添加了它的网格线 那相应的 其他的参数的一些设置 你可以到这里边去查找 你看B它就不会觉得 对吧 Wizer to show the grid lines 是我要不要展示这个网格线 对吧 然后如果你假设 你要显示 你要显示展示的网格线的话 给它变成处就行了 然后这个看看其他的 Major Minor Boss 它问你自己想在哪儿展示 展示 怎么展示 Grid lines to apply the changes Changes on 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 没事这些参数 你给自己都可以去试一试 对吧 别的也没啥讲 OK 这个网格线就非常简单 然后里边参数 设置 就这样去设置 学到现在你会发现 老师你教给我设置的这些东西 好像 对吧 每个东西都是那个东西 不管谁来画 都是这个方法 没啥 没啥 我搞特殊的 那里边呢 你要控制什么东西 直接去找个参数 就OK 它不像我们学习数据清洗的时候 那展示一个人清洗的方法 有一种 千百个人有千百种 那这个你做可视化的时候 用MyPowerLib 那就是这个方法 没别的 没别的 这东西基本上都是死的 那这个是我们设置这个网格线 我看一看 下边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 说一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展示的那个 那个我们经常用的那个 图 最开始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说的那个那个数据 找数据里边关系 我们说了直接你给它装进散点图 去看一看它数据关系 学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自己画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学习的这两种接口方式 去试一试 看一看我们 之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那个图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那首先练习的话 那正常的 把你的需要用的工具 你可以给它导入 当然了 我们前面已经给它导入了 在这里你也可以再导入语言 无所谓 然后相应的找到我们的数据 对不对 当时我画图的时候 就是用的这个数据 那导入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看这数据 长啥的样子 对不对 它有一图一的这个数据 图二的这个数据 图三的数据 图四的数据 都在这里 然后相应的 X轴上的数据 都在这里 Y轴的数据 都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刚 之前都已经见过这个图了 你会发现 图一的数据 那都是用来画图一 图二数据 都是用来画图二的 对不对 那相应的 那我既然要给多个图 同时都给画的话 一二三四 我都要画的话 那是不是对应每个图 我要给它找到 每个图上的数据 那我问大家 我怎么去找到 我想要的 每个图上的数据 比如说 我现在只想找到 图一上的数据 图一上的数据 怎么去找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要找到图一上的数据的话 那首先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DataSite DataSite 这不是有单独的一个例吗 对不对 我要把符合我条件的 那一列的数据 都给它调出来 也就是说 DataSite这一列数据 我让它等于这个 对吧 那现在问题 变成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你要找符合 你条件的数据 咱们说了 你要找符合你条件的数据 可以用布尔值 进行判断 对不对 你去调取数据的时候 可以直接对数据 进行调取 然后以后 这里边可以是 布尔值 对吧 那我可以通过 这个布尔值去判断 它是不是符合 我的条件 也就是说 我既然我要找 图一上的数据的话 那我直接让这个 DataSite这一列 直接让我这个DF里 DataSite这一列 让它等于这个 一类 不就完事了吗 等于这个一类的话 行 那他现在 给我完成以后 他是不是进行 这样一个判断 那所有符合 我条件的数据 也就是一类数据 它都会变成处 那相应的 你要找到这些数据 所在的行 是不是直接 把它装进去 就OK了 那所有符合条件的 一类数据 也就是图一上的数据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 你能找到图一的数据 那剩下其他的呢 其他做图的数据呢 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找到 对不对 通过这种方式 去直接去调用 找到 那剩下其他的呢 那你就改一下里边的内容 对不对 二三四 二三 四 是不是你都可以 这样去找到 那现在相应的 画图的那些数据 我都找到了 那下边我要干什么呀 不就是画图了吗 对不对 画图的话 咱们给大家展示的那些图 怎么盘列的 给大家看一眼 这样盘列的 对不对 这样盘列的 对不对 那它这图是什么样的结构 什么样的结构 二乘二 两行两列 对不对 两行两列 那咱说了 你可以同时去 创建多个图 多个 多个画图区的话 那个方法 可以用啥来着 可以用哪种方法 去创建 你要画图 首先 你得有这个 创建画布 创建画布 Plt.finger 对不对 直接去创建 然后你自己 这个创建画布 用这种方式去创建 它自动的会给你 创建一个大小 当然了 你如果要调整 你这个画布的大小的话 你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FixSize 调整一下 你画布的大小 你自己可以直接去指定 比如 10x8 对吧 这个 用来你 放置你这个 子图的这个 画布 对吧 创建画布完了以后 那下边的 你就要去创建 这个 画图 区域了 画图区域 或者说 你不通过这种方式 去创建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 直接通过Subplots 直接去创建 创建一个2x2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创建 那这样 创建完了 画图区以后 那我再一个一个 去创建的话 那首先 我就先创建第一个 那直接通过 第一种接口 去创建的话 我现在展示的是 这个第一种接口 创建的话 那么问题不就是 变成了你直接去创建 你第一个 画图区了吗 对吧 那你直接创建 第一个画图区的话 plt.subplot 这样你就可以创建 你的第一个画图区了 创建第一个画图区的话 因为我要创建的是 两行两列的 两行两列的 然后你要指定 你现在要在 两行两列 这样一个画图区上 第几个 上面去画 对不对 这样 两行 两列 这样你指定了 完了画布 你指定了这个 你单独创建了画图区 单独创建画图区的话 你要在第几个 画图区上去做画 如果两行两列第一个 那他就是 2 2 1 对吧 第二个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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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对吧 那我现在第一个 上面画画 然后你就 通过这种方式 你就告诉他 我创建了一个两行两列的画图区 然后我现在要在第一个画图区上 选中了第一个画图区了 我要在这个上面去做画了 那下边 咱们说了 你直接是面向 面对你这个画布 作为你的当前的这个 这个 这个画图的这个 对象的 那你直接在上面 直接就画就行了 怎么画 表述一点 plot plot 然后把相应的 把你的数据系列 给他 放上来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放上来的话 刚才我创建完了 这个 我给他一个对象吧 要不这样 我还得直接 把它放进来 还挺长的 对吧 我带他 data set 1 嗯 我这样直接复制吧 我觉得复制 还比较快一点 我这样一个一个输入的话 你就等着我输入 那就 浪费了大把的时间 对不对 这个data set 2 data set 3 data set 4 OK data set 4的话 那他这个 相应的每个数据 这就是哪个数据 都给你调出来了 那你现在呢 直接把data set 1 上的所有 也就是画第一个图上的数据 所以找到 我问大家 现在它是一个 什么的数据形态 它是什么数据类型 有没有人反映出来 不要忘了啊 它是一个data frame 你通过这种方式 是直接选出 符合你条件的那些数据行的 那那些列都没有丢啊 它是一个data frame的形式 那相应的 我要找它 x 轴上的数据 y 轴上的数据 那你是不是直接一个索引 x 索引 y 是不是都能索引到 所以你用它去画图的时候 那你x 轴上的数据 就应该是 给它set x 这样就是你 x 这个坐标的那个 嗯 坐标那个 数据 怎么说 x 轴那个坐标值 x 轴那个坐标值 对不对 那对应y轴上坐标值呢 对应y轴上坐标值 data set 1的y列呗 对不对 那你直接去这样 直接去索引就OK了 那相应的 它现在这个数据 我现在都有了 数据都有的话 那后边 呃为了展示 我们是一个 那个散点图 对不对 散点图的话 但是啊 散点图 它其实本身是有 它自己的方法的 散点图的方法叫 scatter 但是这个散点图的话 我们还没学 现在我们是用这个 折线图去画 那这样折线图的话的话 我又想给它展示成 这样数据点 那你可以给它添加一个 数据的这个 点的那些标记 这标记呢 可以这样去添加 当然标记的这个形式 可以各种各样了 各种各样了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面那个数据标记 这个看一看在哪里 哪去嘞 数据标记 数据标记 反正这个 这儿的 Marker 看到吗 Marker 这个参数叫Marker 然后这个 你正常去画 然后你可以控制 你的这个数据点的 这个颜色呀 标记呀 你的线的这个方式呀 是什么样的呀 对吧 那这个像 咱们这个直接 一个O 就直接是 没有给它写Marker 这是一个简写的方式 那相应的 比如说它这个是 调整是 绿色的 然后Marker又是 这个O 这个形的 然后后边这个线呢 我希望它是 这种虚线的形式 那它简写的一个形式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个你知道 它是控制 控制我这个点的 这个标记的形状 就可以了 那变成O 这种形式呢 它就是小圆点的 如果你想给它 变成小钻石那种形状呢 你可以用个小D 这样去控制 OK 那这个三点图的话 先用它去控制吧 OK 控制完了以后 那这样第一个图 我是不是就画完了 画完了的话 为了标示了 清晰一点 我再给我这个图 这个小图 它一个小小的title 一个小 子标题 你告诉人家 我这个数据系列 是DataSite1 OK 那这是第一个子图 我可以这样去画 那剩下其他的2345 我是不是直接就给它 234 一共四个吗 对吧 直接就这样 直接复制粘贴过来 就可以了 对吧 相应的各样的数据 你直接把这个数据系列 给它放到里面 OK 都是用这个O这个标记 去画的 那第二个子图 在第二个子图上画 R2 第三个子图上画 R23 第四个子图上画 R24 那最后画完了 不要忘了 再给人家秀一下 GLT点数 我们来看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是我们通过第一种方式 直接去给大家画的 直接是通过这个第一种接口 直接去画的 那这样去一个一个去创建子图 然后去指定你的这个当前图 指定当前图以后 然后怎么去画 那这是第一种接口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面向对象这种接口 也就是第二种接口 面向对象接口 通过这种方式去画的话 那首先我第一步 我是不是也需要创建一个画布 那为了跟刚才那个保持一致 当然我 画布的大小 我都设置的一致 那创建第二个种接口的话 那咱说了 它有几种方式 那我这种方式呢 我选择 我既然要多画的话 我选择这个给它一个一个的这个画图区去添加 那一个一个画图区去添加的话 说费个点 add subplot 一个一个添加的时候 记住了 它是add subplot 然后如果你同时添加的话 subplot 注意这点区别 那现在你找到第一个画图 这个对象了 你得给它添加完了第一个画图区了 那你是不是要给它指定一下 因为你也是 还是要创建一个两行两列的这个画图区 对吧 两行两列 画图区 那我区 那221代表什么呀 我要在 第一个子图 去 汇图 那 你为了后边你画图的时候 你还用调用plot那个方法 那为了你后边调用方便 你可以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名字 也附给一个名字 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对象 下面你画图的时候 可以直接去调用它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个 你已经这样调用 构建完了 那剩下其他的 你要画一共要 你自己知道 一共要画四个 对不对 那相应的 你就把这四个都给它呗 复制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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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四个 那它就是2 它就是3 4 22 23 24 是不是 这样 123 1234 这四个子图 区 你都构建完了 那下边你要干啥 是不是直接画图了 画图当然为了最后显示 我先给它秀一下 这样你是不是构建好了 1234 这样四个画图区 那相应的下边 我是不是就该开始 要画图了 画图的话 那你还是通过那种方式 直接去掉 就OK了 怎么去掉 刚才咱们是不是找到 DataSide1 DataSide2 DataSide3 DataSide4了 那你直接S的 你就掉 S列上的数据 Y列的 你就掉 Y列上的数据 然后还是给它一个这样的标记点 Marker 圆圈 Marker 让它变成那个圆点的形式 那现在图我都画完了 那相应的 为了给这个图 给它有一个相应的 它自己的一个标题 给它加个标题 那每个图 我都给它加上一个标题 告诉它 每个我自己叫什么 1234 每个都给它一个标题 设置完了标题以后 设置完了标题以后 你说我还想给它添加一个总的大标题 添加一个总的大标题 可以怎么添加呢 添加总的大标题的话 这个 subtitle subtitle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 直接添加一个大标题 如果你说这样 我这个整个图 它格局 不过紧凑显得太分散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再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方法 叫Fig Tite layout Layout本身 它就是一个布局的意思 对不对 Tite 那真是 这是一个紧凑的布局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参数 SuperTitle SUP 然后这样给我们展示出来 这是我们直接通过第二种方式 也就是通过这个面向对象的这个接口 直接就给大家展示的这样的四图 那它里面小小的区别就是 我画图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方式不同 对不对 那个是我创建一个画布 然后直接在底下创建一个 那相应的我创建画布 或是会图区 然后我再画一个图 然后那个画图区是怎么创建的 在这里啊 Subplot Subplot 然后直接选中灵活图区 然后直接在这画图 那这种方法呢 是你直接给它付给个对象 付给对象的话 然后对每个对象 我要通过这个plot这个方法 直接去画就OK 那相对而言 我认为比较好理解的 还是这个比较好理解 因为你这样去创建完了一个的话 你说这个 这个创建完了 然后下面图没跟上 把你的创建下一个了 然后你想把东西创建的过程 一整个一图 你给它写在下面 它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 相对而言还是这种方式比较好理解 也更常用一点 那这块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前面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个 绘图的接口 这样两种 然后这个一个是 Figile Add Subplot 然后这个对应的plt的 它是这个Subplot 对吧 你可以直接创建多个 然后这个创建一个轴的标题 XLabel Y轴的标题 YLabel 然后创建那个整个的这个Title 图表的Title plt的Title 它对应的是 X.setTitle 那还有其他的 包括你添加图例 怎么去添加Legend 对不对 前面我们给案例给大家展示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怎么去画这个折线图 折线图的话 它本身有这样几个 我们经常常用的参数 经常常用的参数 那X呢 就是你整个X轴的这个数据系列 Y轴Y轴数据系列 然后你个线的这个方式 现在方式的话 如果你想 这个先不说吧 反正你自己一个个去试去 东西都在这了 一会儿呢 我们会给大家带到 颜色呢 你自己去指定 相应的颜色 Marker 那它的标记点 你要它展示什么样的状态 小O就是圆形 这个小D呢 就是那个钻石 菱形 对吧 大D呢 就是大菱形 大钻石 对 然后Alpha 控制透明度 LineWave 就控制你这个线的这个宽度 Marker Size 控制你一个标记点的大小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画 那首先要画的话 这个还是我需要创建一个画布 对吧 创建一个画布的话 我直接复制吧 这样把数据直接放进来 OK 这样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画布 创建一个画布 然后我创建了一个画图区 Fig Fig Plot 然后X轴上的数据 北京 上海 深圳 Y轴上的数据 我通过这几个数据点来创建 那我要去画图的话 X Plot 然后直接把X数据系列和Y数据系列 直接放进来 对不对 这样就画了一个线 Plot.show OK 画了一条线 对不对 那你说 老师我要画第二条线 那第二条线怎么画呢 你可以 直接去给它再 直一下 第二条线画 那为了跟刚才那条线 有一点区分 我给它Y轴 纵作标都给它加个3 给它上移一点 上移一点 你会发现 它在这又出现了一条线 你说老师 我这个颜色 我没有指定它 它怎么会出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是你当你 直接给它画多个数据系列 画多条线的时候 它自己默认的 会给它添加上这个颜色 那当然 如果你说这颜色 我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它的color 自己指定它的颜色 你要给它变成蓝色 这样 那这个它就给你变成了 这样一个深蓝色 对不对 那剩下其他的 你也可以直接去指定 那比如说你还想画 还想画的话 那个 我跟它错开一点 我加个2 然后这个颜色 我想给它画成 那个绿色的 那你就变成green 绿色 它给加了这个绿色的线 那别的颜色的 你加1 我说1一个 你换个啥色 换个这个红色吧 4条线 这样给画出来了 那这个咱们说 这个是color 去指定这个线的颜色 那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去指定 你这个画线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线的那个线条的样式 lain style 线条的样式 这个我直接还是 直接给大家去 布置粘贴 因为我再敲的话 太慢了 你们还一直的 看着我一个一个 去敲代码 因为我这个手啊 就是 鱼挺残的 对 然后这个 好 我创建画布 这个 add subplot 我们知道吧 创建画的区 相应的 soy的数据 那这是呢 还是我这个画的 这个线 不同的是 在这里 我添加了几个参数 添加谁呢 line style 也就是这个 线条的样式 那它一个 一个这样 短线 也就是 你一个简号 那个 你用引号 给引起来 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是实线 那这个虚线的 两个简号 这样连接 这两个简号 并列 它这个代表的是 这个虚线 那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一个 线一个点的 这种相式 也就是长短虚线 这个一个线 一个点 这样一个方式 你用这个引号 给它扩起来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 长短点的这个虚线 画出来就是 一会儿 你一起来 看一看它什么样 还有这个 一个冒号 中间一个冒号 给扩起来 它给我们展示出来的 就是这个点线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画出来的样式 这个就是 这个两条 两个虚线 也就是这个 两个短线 画出来的是 这个样子的 那长短点线呢 它画出来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放大一点 长短点线 就是一个 它 然后下边 跟着一个点 就啥 然后这个 变成点线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点线 就是这个 鱼色的这个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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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它构成了一条线 就是这样的点线 通过这个冒号 这个去控制 直线呢 直线呢 那都是这个 一个减号 一个钢线 去控制 那这个 是我们 直接去画这个 那你说 我想自己 去指定 它这个 线的这个 简写的样式 指定这个 线简写的样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 去调整呀 比如刚才 我不是给大家 那个 在那个 看那个 参数里面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了 几个了 对不对 那像这个呢 它代表啥呀 就是这个 这个点线的 这个样式呗 它咋叫了 长短 长短点 虚线 也就是长短 点虚线的样式 那我指定这个颜色 它是黑色的 对不对 长短点虚线 那像这个呢 我就指定 它是绿色的实线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 这样的简写的方式 去找它 那它相应的 里边的更多 简写的这个案例 你可以到下边 它这个案例中 去找 你看这个 比如这个绿色 是圆点的 然后这样的 虚线的这种形式 会延展开去写 那它就是 这个样子的 那你想给它 简洁 简洁写一点 你可以直接用 这样简写的方式去写 那下边 它有很多 这个关于 这个简写的例子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长成啥样 那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怎么去设置 你那个坐标轴的范围 坐标轴的范围 坐标轴的范围 有的时候呢 你说老师 你前面给我画那些图 我发现你好像 也没有去设置 它坐标轴的范围 它怎么 这不是也直接 能够正常去画吗 确实啊 你不指定 坐标轴的范围的时候 它可以正常去给你画 比如这个 PLT点秀 我们秀一下 看看 这个它给我画出了 两条线 对不对 那它默认的 是怎么去给我 确定这个范围呢 我没有指定 这个坐标轴的范围的时候 它是默认的 去分析你这个数据 看你这个数据 在什么范围上 它自己给你设置一个 这个坐标轴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如果你说 老师 我认为 我这个 它给我设定的 这个坐标值 它不太好 坐标轴的这个范围 不太符合我的需求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指定啊 对不对 你自己指定 怎么去指定呢 PLT点 你要设置 X轴坐标轴的范围 是X limit 其实是 它是一个limit的 一个简写 对不对 取前三个字母 那也就是 我要设置 X轴上 它的这个 限制的这个范围 X limit 你可以自己去 比如说 你需要 它要给你展示 这个0到3 这个范围 OK 你就直接变成 0到3 你看它这里 本身也是0到3 没啥 PLT点 那你设 Y轴上的范围的时候 那就Y limit 那上面 它给你展示的是 3 然后 4 5 6 7 8 3 8 你可以给它 自己去指定 3到 比如说3到10 你看 它是不是变成 3到10了 那它刚才 它默认的 给我识别出来的是 3到8 对不对 3到9 8要展示出来 左B又开 对吧 这样的 也是通过它 可以直接 设置 X轴 X limit 设置 Y Zubito Y Zubito 去设置 它的Zubito 那下面 我们再看一看 一些特殊的标记点 特殊标记点 还是 我直接去画 然后找到这些地方 找到这些图 画个图 画个图 创建画布 然后有先映的数据 在这里 创建了一个画布 画数据 然后先映的X轴数据 Y轴上的数据 创建完数据以后 我要给它进行画图 画图的话 你看 这个第一个图 它要展示的是 这种点线的格式 然后让它展示 显示这个黑色的 长短点的虚线 对不对 那在第二条线上 我要给它设置 它特别的这个标记点 特别标记点 我通过谁控制 通过Marker 那它标记点 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 展示的是 这个O那个标记点 对不对 它是这个圆点 这个小圆的数据点 剩下的 展示完了以后 PLT.show 我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展示 这样圆的数据点 你说这样不好看 我想给它换一下 换成什么呢 你自己可以指定 比如说换成 这个小小的箭头 那你可以给它 编成这个V 那具体 它不同的符号 它代表什么样的标记点 你可以 也是 可以直接到这个Marker 这个参数上去找一找 找一下它Marker 这个参数 你自己去找 我找找在哪里 在这儿 它下边啊 还有那个星星啊 还是什么呀 这两个Line Style 这个不同的Line 线的那个风格 然后数据标记点的话 Marker 没看到 哎呀 你回去找 可以回去找一找啊 咱们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这个资料上给大家是有啊 这个小代表圆圈 大地代表大的菱形 那小地呢 代表那个小的菱形 然后这个你是六边形啊 H啊 还是这个展示点啊 正方形啊 还变成小星星啊 都变成型号啊 可以直接去点 那找这样的续艺点 你直接去改一下就OK了 然后上边它一些的颜色 那旁边颜色简介 那刚才代码输入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了几个 那这个剩下其他的一些颜色 你可以到这里面去找 直接进行一个替换就OK了 然后我给大家说的是这个 设置字体 中文字体的时候 设置中文字体的时候 那给大家 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了 那个X轴上的 我们设置的是中文字体 对不对 然后我们知道啊 设置中文字体 我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那有的时候呢 你的数据啊 你的字符显示 它里边是有负号的 那有负号的时候 它显示可能会论码 那如果你想处理 负号论码的这种情况 就可以通过这行代码去设置 通过这行代码去设置 它呢 同样不要求你去记 你使用的时候 直接给它进行复制 粘贴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小小的案例 看一个小小的案例 那这呢 是给我们展示了 两个城市一周的天津数据 那其实这是举例的 一个是郑州 一个是长春 对吧 那它的这个数据 那现在呢 我需要把这个 这两个城市一周的这个数据 给它绘制成 这个线图 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给它进行绘制 怎么给它进行绘制 首先我要绘制 折线图的话 我正常的 我要导入那个 PLT那个包 PLT那个子库 对不对 然后 给它 给它 暗子称PLT 接着我要给它设置 防止它产生中文论码 这种情况 那这个是设置 中文字体的 那它呢 是给你 调整 那个防止 符号论码的 对不对 那调整 设置完这些以后 那下面 我是不是要进行画图了 画图 第一个 你要有画布 PLT点 Finger 对不对 这样我们创建了一个画布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指定画布大小 通过FingerSize那个参数 你自己去指定 然后 我需要给它进行画图 那我们知道了 它是整个一周的数据 一周有几天 一周是 一 到七 周一到周日 对不对 那 我直接用这个中文的话 我觉得还那啥 那个 我可以先用一个 这个 这个list 先用一个数值 给它表示 这个一周七天的 这个坐标轴的 这个 值 对不对 那直接一个list range 一到七 周一到周日 一到七 对不对 那我去范围 左臂 我开的话 我应该给它的范围是 一到八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把那个 一周 给它设置成了 这个数值的形式 周一 到周日 到周日 然后给它设置成了 这种数值形式 那现在 x的数据解决了 那剩下的 y的数据呢 呃 y的数据 我这有两个城市 那其中一个 这个是 哎 哎 其中一个是这个 郑州的 对不对 那才有 其中一个是这个 长春的 那我给它放在这里 啊 这样 现在我要画图的话 那图上面的数据 都解决了 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该画图了 最后 plt 让它展示一下 接着 我是不是该画图了 那画图的话 我可以先画 第一个城市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可以先画 这个这个这个 随便 你可以先画 这个珍州的 对不对 那用谁画 用谁画 用谁画 我没有单独去指定它的对象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使用第一种方法 直接 这种方式去画 这种方式去画的话 那首先我要画的话 是不是我要画 折线 那首先要给它 x 轴上的数据 相应的 我也要给它 y 轴上的数据 对不对 i 轴上的数据 我这样 s y 轴上数据 y 正中 ok 那现在数据咬了 现在我 其他的 我是不是可以 一会儿我再同意设置风格 把第二条现在画出来 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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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这个这个郑州的了 我画这个长春的 画这个长春的 那相应的 我也把它数据 直接给放进来 他还是用x 不同的是 他用的是y 长春的 ok 现在数据有了 那我是不是要设置一下 这个数据的 呃 线的这个样式了 当然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长成什么样 你画完了 你会发现 哎 它长成这个样子 两条线 我也不知道谁是谁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谁是谁 那下面呢 我要调整一下 这两个数据 它的这个 这个样式 数据的 线的样式 比如你要调整数据点的话 线的样式的话 咱们可以通过哪个参数去调整 line style 对不对 线的风格 你自己给它调整啊 比如说你是要通过给它画成这个 呃 点线呢 还是画成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呃 实线呢 还是画成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前面给大家展示的那几个样式 那这里咱就用个点线吧 我就把它记住了 点线 一个这个冒号 ok 那现在样式我都设置完了 呃 设置一下它的颜色 会知道哪条线是我要画的这个正周啊 对不对 呃 正周常识上是它温度比较高 我可以用红色的线给它进行一个画 给它画出来 那其他的呢 你可以随便设置啊 你可以设置一下它的标记 marker 对吧 标记点 你可以自己指定 呃 用个小的菱形 对吧 还是你要画啥 然后设设一下我这个标记点的大小 marker marker size 6 随便随便设 随便设 还有你这个点 你那个点的话 你就是要跟那个线设置同一的颜色 还是要跟它设置一个不同的颜色呀 如果你想给它点设置不同的颜色的话 那marker base color 就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比如设置成蓝色 blue 这样 那这样我这个一条线的风格设置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呗 对不对 那你说你还是这个给它设置成别的样式的 对不对 设置成别的样式的 那 剩下的 那一条线 它的这个风格 我都设置完了 那再设置另一条线呢 那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 你直接把里边的一些东西 给它放进来就好了 OK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两个这个这个它的一个设置 对吧 完成两个它的设置 那我知道下边它是代表这个长春这个温度 对不对 我给它设置成的样式设置成这样 这个黑色的话 我不要黑色了 我还是用个阳光一点的颜色 哎呀 这个太丑了 蓝色 OK 然后这个它给它用这个 呃 品红 不太明显 你自己随便设吧 这东西随便设 OK 设置完了这个线的样式以后 那下边 我是不是要对整个这个坐标 轴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或者给它整个这个加个标题 我也不知道你这是干嘛 对不对 那首先 我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啊 坐标轴 我先给它一个坐标轴的标题 那我要知道我这个 X轴和Y轴 它分辨代表什么 对不对 那我知道这个 Y轴 它代表这个 温度 对不对 PLT 设置Y轴的话 Y Label Y Label 那设置一下它的这个温度 温度的话 这个怎么 我不知道温度那个符号 怎么拼 怎么怎么输入进来 这个我直接就用它复制粘贴了 那我设置S轴的话 相应的X Label 注意它是BEL Label 是BEL 然后S轴的话呢 它肯定代表我的日期 从周一到周日 对吧 日期 OK 那现在它是不是有了相应的这个轴的标题 有了轴的标题的话 轴你都给它标题了 那整个的这个画图 你是不是给它设置一个大的标题啊 图表标题 图表标题 那图表标题 咱们可以怎么设置来着 你用PLT这种方法 PLT 对吧 那这个是一个是郑州的 一个是这个长春的 它是代表郑州和长春的整个的这个天气 一周的变化趋势 对不对 那我可以给它命名一个标题 郑州 和长春 一周温度 变化趋势 标题的话 相应的 如果你想给它设置什么 它那个标题的样式啊 通过哪个参数来的 是不是Font Font Dict 对吧 然后一个 你自己去设置 Font Dict 里边你可以放一个字典 然后去设置它的标题的字体的大小啊 字体的颜色呀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样去显示它的这个标题 OK 咱就不多说了 刚才直接都给大家说了 那设置完了这个标题的话 那我下边还需要 知道我这个让人家 一看这个线 我知道哪条线是表示长春 哪条线是表示郑州的 那你想要知道哪条线表示长春 表示郑州的话 我是不是需要大家去指定一个label 咱说了添加label两种方式 一种是你直接在个线 这个画一个折线的活动的时候 在这里去添加 一种的是你可以直接给它放在这个 Legend的那个画图例的那里去添加 画图例的那里去添加的话 直接 TLT点 Legend 我还说了 你添加Legend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直接在Legend的里边去给它添加图例的话 那你在这里边写 要注意它的顺序 那前面第一条线 它是郑州的 那前面第一个 你一定要给它写成郑州的 对吧 郑州 郑州温度 那第二个呢 长春的呗 长春的 你可以自己去设置它这个图例的这个范围 它默认的呢 会给你选择一个最好的这个合适的一个 它这个设置 它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lock这个参数去设定 其实它默认的就是best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是华泽添竹 我为啥把它写出来 目的是告诉你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去调整这个图例的位置 对不对 Warning 一个警告 Legend 达论 郑州温度 嗨 我这个可能是又用那个符号的时候 又给它切乱了 符号的时候给它切乱了 剪切一下 反正我这个中文符号和英文符号 我是从来是 它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我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 嗯 怎么回事 我得重新复制一下 OK 它正常显示了 正常显示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 哪哪个 哪个豆号啊 还是哪个那个标点 出来问题 它就给我一个警告 反正 反正不是这个字体的事 为啥 因为我刚才前面已经给大家设置这个中文字体了 对不对 在前面这里 这里设置中文字体了 啊 这个它就变成了这样的形式 它默认的是 会帮我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这块你也可以自己去给它添加 你要放在哪里 接着我要给大家说什么呢 怎么去修改 怎么去修改 Y 这些 轴那些标签的那些值 也就是那个 轴标签 也就是Tick Tick的 值 怎么去修改它 那 温度这个不用说了 它本身就给我显示数值 对不对 现在是新问题 我想让它显示成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对不对 那给它显示成周一周二周三 给它显示成周一到周日的话 那首先我把这个数据 先给它放到这 那这个东西 我应该怎么调整 怎么去修改 它是刻度上的那个标签呢 注意看呢 你要修改它刻度上的标签的话 PLT 点 你要修改哪个是轴 X轴 X轴 你就X Tick 你要修改Y轴的话 就Y Tick 然后里边给它放几个参数 放几个 放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你选择 那个要被替换掉的那个东西 被替换掉的那个标签 那你要替换掉的是 X轴上的数据系列 它是这个X 对不对 就是这个X 我刚开始穿件的 1 2 3 4 5 6 7 对吧 你要把它给替换掉 第二个呢 是要你把谁换上去 你要把谁换上去 你就把它放在那里 我要换上X X 把它放上去 那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 直接给我展示成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变成这个中文这个形式 给你展示上去了 那这次我是通过Tick 这个样子 去给它进行一个替换 那我给大家资料里 还有一个Rotation Rotation是干嘛的呢 Rotation代表旋转 对不对 旋转的话 你自己去设定 你要旋转的角度 比如说你要旋转成90度 它现在是这样 给你摆横的 那这样的话 变成90的话 嗨 切错了 我说的 我抱错了 那这样的话 它不是这样给你 Treegy过来了吗 就是这样 从这个方向上 这样 Burn给你旋转了90度 旋转到这个位置 那你不需要它的话 你就给它干掉就行了 那你知道这个Rotation 可以设置这个旋转角度 IP 它是控制什么呢 控制这个旋转角度的 OK 添加完这个轴标签以后 我现在 你说老师 我这个轴标签 我知道可以这样替换了 那现在又来一个问题 我想设置一下 什么呢 我想设置一下 它上面这个数据的标签 数据点的这些标签 数据点的标签的话 我想给它设置 怎么设置 设置点标签 怎么设置 设置数据点的标签的话 就用到我们 你在这个Python 基础阶段学到的一个方法 叫Zip 当然实现的方式很多种 不种 不只是Zip 不只是Zip 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问一下 Zip它能实现什么功能 比如说你把一个数据 X放进来 然后再把这个Y 放正中的吧 放进来 你可以看一下 Zip直接放着看不出来 你用个类似的 给它展示一下 就变成这样的了 像这样它是什么意思 X 1 2 3 4 5 6 7 都在这里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像一条拉链一样 把你这两条数据 给你拉在一起 那每一对数据呢 它都可以以原组的形式 这样给你展示出来 那Y轴的第一个 正轴的第一个温度 是15度 那S的第一个 它是1 对吧 那它俩就给你组成一对 变成这样的原组的形式 这样 整个Zip起来 那每一对 它都给你 一一对应 变成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原组形式 这样做可以干嘛 帮助我去确定 我要添加数据标签的那个位置 帮助你去确定 你要添加数据标签的那个位置 可以通过Zip这个帮助你去完成 那这个它怎么去具体去完成呢 首先 我们要知道 你要添加数据标签的话 要通过什么方法 通过 PLT 添加数据标签 通过这个PLT.text 通过这个方法去 添加你的标签 添加你的标签的话 那对于正周这个天气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Zip这种形式 把这个相应的周一周二 它各自的温度 这样像一个拉链一样 给它缝合起来 那它现在就可以通过这个 我给它变成两个 通过一个循环 通过一个循环 给它添加一个标签 那对于任意一个天气 那它正常添加完了 它里边相当于是两个对象 对不对 一个是代表你着急 一个是代表你这个 这个它对应的那一天的温度 你用Zip这种方式 引Zip这里 然后把你现在的数据 给它缝合起来 那现在我写了这个for 它代表啥 也就是说 它现在是帮助我去便利 这里边的每一个 Zip 你看 它Zip完事以后 我给大家说出来 它变成一个又一样的 这个圆组 那相应的 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便利 那它就代表第一个I 它就代表第一个J 它就代表第二个I 它就代表第二个J 对不对 那每一个的都这样便利到了 那I就代表了 周一到周日 J呢代表周一到周日的温度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给它 进行一个替换了 Text 你只现在知道这个I和J 它分别代表什么 对不对 给你print一下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I和J 这样一对一对的给你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它现在给我报错是正常的 我不需要它显示 OK 你现在知道I和J它分别代表什么 那下面我要去给它添加数据标签的话 那对 添加数据标签的话 我肯定要对这个I和J都给它进行添加 那现在我要保证这个数据的对齐 对不对 OK 添加完了 第一个是什么 I 也就是你那个底下这个轴的这个 1234567 它的坐标 它的坐标 它就代表这个星期 那J呢 代表它Y轴 Y轴的那个重坐标 I代表它的横坐标 也就是你要给它添加标签 添加数据标签的话 通过态度方法添加 I代表你的标签的横坐标 J代表你这个 代表你这个标签的重坐标 有横坐标 有重坐标了 那下面我就需要调整一下 你这个标签 它显示的样式了 显示的样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添加 它去设置你 那个标签显示的样式 J呢 就通过这个直接去告诉他 我现在要调整的是这个J 这个标签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下 你这个整个标签 它显示的这个方向 那个方向 那个参数还挺长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 你忘了的话 可以按Type键 上里面找一找 它那个参数 那你可以控制 你这个标签显示的位置 显示的位置 或者说你这样写 觉得比较麻烦的话 你可以给它 简写一个 HA 去调整你这个标签的位置 那这个是我对正周的这个 可以去这样去进行添加 那相应的 除了这个正周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看 它展示在这里了 对不对 展示在这里了 你看 它一个 现在它是展示出来的是什么状态 你通过Tax里边 咱说了 Tax里边那个I和J 是你给它这个 你这个标签 数据标签的这个 横纵坐标 那横纵坐标 因为你现在放的是I和J 所以它赶紧这个点重合了 显示在你这个点上了 所以看起来非常不美观 那你想让它 显示的美观一点呢 你可以随意的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一下这个 它这个纵坐标的这个高度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相应的 是不是加上1 这个纵坐标的高度 稍微高了一点 就好 稍微好看那么一点点 那加2呢 它就显示出去了 你可以加1 这样给你展示出来 那这个是正周的这个 它的数据标签 那相应的 对于那个 长春的那个数据标签 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 给它进行一个展示啊 进行一个这样一个设置啊 那直接这样去设置 就OK了 最后呢 给它PLT 修一下 那这就是两个城市 它这个一周的温度的变化趋势 重点 这块的重点 前面其实 X-take呀 还有它那个 S-Label V-Label 什么Legion 标题 还有这个怎么去画图 咱们前面 其实都给大家说了 那这块讲这个小案例的重点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去添加这个数据标签 是用PLT.tax的这个方法 那它里面 第一个参数 是你标签的横坐标 第二个参数 是你标签的纵坐标 然后你可以调整 你标签的这个显示的样式 然后调整它显示的位置 那这个我是通过什么方法呢 通过zip 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又一个的 这样的数字对 这个 去构成它这个坐标的 在这里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设置 OK 那其实咱们今天的课程 主要的知识内容 都给大家讲完了 首先也就是我们之前 给大家说的那几个部分 那第一个是给大家说这个 常见接口的这个 几种方式 两个接口 对不对 那第二个接口 给大家介绍了三种方式 那第一个接口 还有一个不太常用的 我们不用去考虑它了 你就用这 第二 一般用第二种比较多 我建议你要么用第一种 要么第二种接口 然后这个 它里边一些常见组件的设置 一些元素 告诉大家怎么设置 最后给大家做了一个 折线图的案例 那这个折线图的案例里 重点你要记住 我是怎么给大家添加 这个数据 这个标签的 然后剩下的 就是一些 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 几个小小的注意的点 注意的点 你跟 你这个 防止你觉得 记得不好记 我建议大家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给它进行 一一对应的这样去记 比如说你要 直接通过第一种 接口方式 去画它标签的话 Plt.x label 那你如果用第二个对象去调用的话 它是set label 那它俩的区别在哪 它有个短短的线 它set label 短线 set label Y轴呢 它也是set label 然后设置 走的那个范围 X轴范围 你Plt.xlim 直接这样设置 那你通过对象 就调用了set xlim 然后相应的 Y轴也是这样 Title也是 注意 这里边的不同点 就是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这一节课 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那关于今天的课程 有没有小伙伴说 老师 我这个真的 没听懂 没听明白 老师你再给我说一下呗 这个隐藏掉 不要它 OK 关于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到这里 那大家现在还要 对哪块有什么疑问吗 他便宜 耳朵 偷着光 踩鬼的玻璃窗 坐在这个的时 驾到谁谁谁 看一段一段 流浪 游伤 冷静的气氧 放线开机 超微一分 十八十几的游开 再放 进行cion 前向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都久都一样 啊啊 黑手 啊啊 黑手 呀 双双 sori soso 好这个关于今天这个课程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也是早一点休息 那回去千万不要忘了 把这个 就是 巩固一边 每个步骤 每个部分 里边都是代表什么的 还有我给大家那个资料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那个资料一定要仔细看呢 它的价值 真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这些干货都是那个上面的资料 然后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直接 群里爱的我 当然群里 其实群里爱的我 你会发现爱的我 我回复的效率就比较慢 对 还是这个找学光老师比较快一点 然后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 回去 记得要做作业